世界乱成一团 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道德观价值观天天都在被摧毁 基本常识不存在 人会回到教会 因为教会会帮助我们认识神 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人生的意义 目标 教会是这个世界堕落最大的阻碍 之前有一个人给我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棒 他说社会就是教会的成绩单 如果社会败坏的话 表示我们的教会也很败坏 今天我们来到一间佛州的卫理工会 Methodist Church 这间教会邀请了变庄皇后 来到他们的主日 然后那段影片在我路上爆红了 这个变庄皇后的名字 称呼好了 我不想要把这些真的名字 跟假的名字搞混 从现在开始在我的节目上 真的名字就叫做名字 假的名字幻想出来的东西 就叫做称呼 这位变庄皇后的称呼是 Penny Cost 很明显就是在用五旬节的这个Pentecost 这个圣经神圣的日子在玩文字游戏 他真正的名字叫做Isaac Simmon 然后他是要准备被暗幕成为牧师的其中一人 同时也是这间卫理工会的助理牧师 associate pastor 不只这样 他同时也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说神跟圣经都是唬烂的 圣经只是poetry 只是一个诗词而已 整个基督教都是假的 他自己有个网站在上面 他亲自出来说明 写了诗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我们来听听看 这位无神论的准牧师 对于神跟圣经最新的解说 The Bible The Bible is nothing Nothing but poetry, pain, and performance The Bible is no more holy than Allen Ginsberg's Howls of Life No more peaceful than Oscar Wilde's Requiescat and Pache And no more stronger than Tammy Faye's eyelash glue God themself is no more tangible than the cacophony of invisible butterflies Floating in new lovers' stomachs Yearning to be set free from the bondage of past harm And the lacks of rightful mistrust God themself is nothing But if she were, she would be Yes, cleaning her way down the runways of Paris and Montreal Streetting on that tightrope pulled Tought between absurdity and opulence Balancing between too much and never enough 这就是一些很常侮辱别人宗教信仰 侮辱神很一般的这个说法 OK 基本上就是没人在意的那种攻击 但是不要忘记了 这个人是要当牧师的 要被暗幕的 先不要讲牧师啦 我们就以一个无神论的角度来看他就好了 他说神就只是跟胡子里一个有形的蝴蝶一样 一个崭新的恋爱感受 蓄事待发 准备要接受自由 这种让我想起以前上学那种 自以为很诗情话意的那种女生写的词 就是会看那种张小贤的那个荷包里的单人床 然后哭着说好感动的那种高中生 我真的是搞不懂那种女生的那种恋爱读物 因为里面每个男的都好gay 无法做决定 无能就连霸气总裁 只要一遇到女主角就会哭着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已经爱上你了 现实中的女生对那样的男生 一点兴趣都没有 Anyway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位无神论的变装皇后 去一间在佛州的敌基督的教会 两个小女生被拉到了这个 撒旦的祭坛 来当成是道具来使用 然后就有了这一段的对话 either o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for Miss Pentecost I like your eye shadow Oh thank you Yeah you like her eye shadow That's great Yeah yeah maybe she'll let you borrow it when you're older when you're allowed to wear makeup Yeah Of course Yeah Well one of the things I think is great about Miss Pentecost is she reminds us that we we follow a God who calls us to not conform to things of this world that we're supposed to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al of our minds and that means that what I think today may have to change tomorrow if I continue to renew my mind and it's so cool that we serve a God that calls us to continue to grow and continue to change into something new and to not be bound by the ways that the world confines us sometimes that we're supposed to live differently 大家应该对刚刚这个 撒旦的祭司 穿着祭司袍 在那边说的经文很熟悉 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二节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良善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就是要我们跟世界 分别为圣 要我们靠着圣灵 有一个新的思想 新的生命 如果你读 这一段的前面一节 跟后面一节 其实说的很清楚 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 成为圣洁 蒙神喜悦的伙计 然后不要骄傲 要真正的清晰的 依照神看我们的方式 来了解我们自己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当成是 耶稣的肢体 只爱良善的 而且憎恨那些邪恶的 这就是你去任何一间教会 觉知的当天 那个跟你说 要不要上基要真理 然后还有受洗的人 一定会跟你讲的那一段经节 心意更新而变化 简单的说 就是这一段经节 很明确的警告我们 要注意 刚刚那一段影片发生的事情 变装皇后 就是代表亵渎 浮夸 自我为中心 骄傲 荒谬 绝对跟 谦虚 顺服 智慧 没有任何的关系 跟这个牧师吗 我不想再叫他牧师了 因为这样子好像在 侮辱其他所有 我认识的牧师 这个撒旦的祭司 使用这段的经节 来捍卫这样子的行为 更重要的是 变装皇后 还有这一切的 所有的变性人 同性恋 这些东西 并不是在拒绝 这个世界的产物 这些东西 就是世界的产物 这是 美国失去神了之后 发生的 颓废 道德破碎 精神错乱的产物 没有任何东西 比那样子的行为 更属世界了 不止这个样子 这还是一个流行趋势 还是一个行销噱头 是罗马书十二章 叫我们一定要拒绝的东西 但是这个撒旦的祭司 在这间撒旦的 教会的祭坛前面 想表达的就是 这个变装皇后 跟教会 还有小孩同时出现的时候 目的是要来打破传统 是要来破坏 至少要来弱化这些原本就有的社会价值观 他说的是真的 这就是左派在做的事情 只是他们打破传统的 其实是 基本做人的尊严 智慧跟美德 跟客观的事实 他们封锁了传统的观点 撕毁了我们 先人建造的秩序 纯粹只是因为那之前的人创造的 只要是以前的事情 就是祖先做的事情 就一定是坏的事情 这就是 所有变装皇后 Critical Race Theory CRT 性别认同教育 性教育 他们在做的事情 这个就是他们要的改革 进步 那讲到这里 我相信很多左派的人 会认同我现在在这边说的 他们会说 对啊 这就是我们啊 我们就是没有惧怕 我们就是要拆除 进步的障碍 我们在宣布 我们独立的特质 跟独特的自主权 因为我们这些人 跟你们不一样 对不对 什么规矩 什么仪式 什么传统 但是 他们忽略的地方是 那些所谓的障碍 其实是有意义的 其实是根据 自然法则 跟客观事实 建立出来的社会运作模式 是一代一代的人流传下来 避免错误 不断重演的传统 他们推翻了这些传统之后 打开的并不是一个 更广阔 更自由的社会运作模式 并不是他们嘴巴里所说的 这样子 每个人就都自由啦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当什么就当什么 反而只是 是原本的障碍 被新的障碍所取代 这个他们所建立的新的障碍 比原本的障碍 更加限制 而且更多约束 而且对社会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而且在理性跟智慧上面 完全没办法成立 例如说 小孩不应该看变装皇后 或者是任何变性人 在那边跳性暗示的舞蹈 突破了这个障碍之后 他们建立的新的障碍是 不能有任何人反对 变性人存在的书籍 跟教育存在在学校里 导正性别跟性取向的书籍 跟宗教必须要被消除 不能卖 不能买 不能够存在 各式各样崭新的障碍 被他们这些左派建立 重新定义自由是什么 解放是什么 只是新的这些围墙都很脆弱 因为跟事实相反 所以非常容易倒塌 当这些新的围墙 新的限制 受到任何一点挑战的时候 所有的左派的人 就会起来开始尖叫 每个人都开始哭 在国会 在学校 在大街上说 如果我们不遵守 这些新的制度的话 新的界限的话 就会有人死 同性恋会自杀 小孩会死 你们不尊重 不在乎人命 所以说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个 非常清楚的现象 就是 圣经是对的 盗贼来 无非是来偷窃 杀害 毁坏 偷窃我们的信仰 偷窃我们神职人员的职位 杀害我们的生命 透过堕胎 还有让这些变性人 同性恋 永远无法认识真正的自己 他们会自杀 自残 毁坏我们的社会制度 变成一个 没有道德 没有自由 到处都是言语警察 到处都是取消文化的世界 透过这个影片 我们可以学到一个东西 就是当我们把传统的模式 放弃了 抛弃了之后 我们并不会变得更自由 更没有限制 而是更封闭 更牙抑 更扭曲 而且更接近死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